意大利有一个粉红税 你街友们有没有感觉被歧视了?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在意大利生活了那么久 相信不少街友们和小编一样 第一次听说粉红税 一听名字 粉红 顾名思义就是针对女性的税 在意大利所有的女性消费者购买女性生活用品 日用品时 粉红税就隐藏在我们所支付的单价中 在平时购物时 或许从来不会有所察觉 然而意大利门户网站研究了粉红税所带来的影响 揭露了隐藏在女性生活中的附加费 该网站分析了近3万家在线商店 结果表明 女性相比男性而言 需要为同样的产品支付更多的费用 在欧洲 意大利和西班牙是收取粉红税最高的国家 举个例子来说 同样一个品牌一款100毫升的男性香水和女性香水差价在9欧元 高出男性香水价格的14% 而英国的差价是6欧元 德国是7欧元 粉红税利用女性对产品强烈的渴望需求 从而将价格提升 在意大利 女性必须为卫生巾和基本的女性卫生产品支付22%的增值税 卫生巾在意大利仍然被认定为奢侈用品 而在欧洲不少国家则认为 这是女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产品 不能缴纳如此高的税收 几乎所有男性和女性的产品 在相同的材料质量品牌下都是不同的价格 女性的价格普遍要高于男性 比如除臭产品 洗护用品 身体护肤品 针对女孩的玩具都是如此 就连衣服 鞋子都会比男性费用高出10% 粉红税自1980年就在意大利存在 是一个不正当的税种 它取决于市场规律 供求关系 因为女性需要的产品数量更多 但是这显然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存在 在收入上 女性和男性原本就悬殊的工资差距 加上女性消费需求更高 让女性生活成本和压力都要高于男性 意大利在整个欧洲而言 税收都是比较重的国家 更别提还附加着粉红税 它被社会认为是真正的性别歧视 权力不平衡 感谢观看